想一下就這個標題一樣 我們是在挖礦呢?還是在挖坑? 挖礦有LEAGED圖 挖坑又是越陷越深 那很多youtuber都會介紹說 買什麼顯卡啊,算力高啊 然後 當然BLABLABLA等等等等 那看到這種影片的時候 你自己要有一個盤算 因為畢竟所有人給你的都只是一個資訊 他並沒有揭露後面可能的風險 也許有也許沒有 那後面的風險是怎樣呢?我們不知道 所以今天主要講的標題就是這個 那我做一個簡短的試算表 那我會放在連結下面 那有空的話可以去用 如果你還沒有做一個試算表的話 我覺得可以當做一個不錯的參考 好,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我的試算表 SELL OK 這個試算表基本上很簡單 黃色的部分呢就是你要去 黃色的欄位就是你要輸入的資訊 那 黃色以外的呢就是會自動產出的 比如說 現在 你每個月收到一個 電費的張單是3666 那你平常沒有用 挖礦的時候呢 電費是1000塊 那我們這個計算就是 A2 這邊就是 A2 減掉B2 你就會得到每個月的 挖礦用的成本 那你每個月 假設你可以挖到0.1個以太的話 那我們這邊是說以太為例啦 你可以去換算不同的 的幣 那 現在的幣價呢 是假設是3200 那就輸入3200 我們就得到一個 ETH的損平點 就會是 952.14 計算的公式就是這樣子 C2 OK 然後除以 A2 C2除以 A5 然後再除以A8 A8 OK 匯率 那 你可以當到損平點的話 就是952塊美金 就是說 低於952塊美金的話 你就要放棄 不要再挖了 甚至你可以提高 再加個10% 因為 會有 變動 然後你要花一些時間嘛 你看你自己的評估 再來匯率當然就是 水質位調整 那 如果以這樣換算的話呢 假設現在市價是 3200 你每個月得到的 損益就是 美金就是 獲得 獲得是 224.79塊美金 那每月的台幣就是獲得 6294塊台幣 OK 那基本上 這邊有個圖表套用 你只要把資訊輸入之後 就可以馬上看 如果綠色的區塊呢 快接近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考慮先把 你的 你的礦機停掉了 那上面是假設就是說 你的顯卡成本已經回來了 那如果你還沒回來的時候就用下面來估計 假設呢 你總共花了8萬塊 做 建構了一套礦機 可能只有一張或兩張 OK 那我們這時候會得到你的顯卡所需要回的 月 那個成本要 回 挖回來的話要13個月 那換算成就1.1年 所以呢 當有人可以跟你講說 這個礦機 可以挖 那要多少 這個月成本呢 你只要把它輸入進去 你就會知道 你 要不要買 這個 礦機的 這個礦機是 叫你去跳坑呢 還是 去 挖礦 說不定是挖坑 這樣你懂嗎 所以 自己要非常清楚就是說 你適不適合去做 就算你是小自主的話 投一點小小的成本 適不適合 因為現在的ETH 是鎂礦預下 那等一下秀一下另外圖表 給各位參考 那其他的話有關於說 時段 OK 時間電價 可以去參考下面兩個連結 第一個會跟你講說 你適不適合申請 第二個如果 他會列出 第二個連結會列出 各個時間電價不同的匯率 如果你是精算的話 你自己 精算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答案 好那我們直接切到 就是 剛剛講的鎂礦預下的狀況 OK 這個是ETH 就是 的 跟 那個 不價趨勢圖 OK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邊 OK 他越來越高 OK 那這邊其實已經走下坡了 如果有在玩股票的人就知道 就算沒有 玩股票的人 也應該知道 這個趨勢是往下走的 好嗎 所以說呢 現在如果你還打算進來 做 個小資挖礦的話 一定要非常注意 什麼時候應該停止 適不適合加顯卡 我的個人建議是 除非那個顯卡 跳樓拍賣 你還可以考慮買一下 如果打個對折的話 是 可以考慮的 因為 也許 也許在兩年之後 你就回本了 或是一年的之後 你也可以回本 那以上呢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覺得這個不錯的話呢 你可以去下載下來 那覺得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就幫忙按 點讚 然後或者是訂閱 我也 不定期分享我這邊 看到的 或一些 有關於區塊鏈 或 加密貨幣的資訊 謝謝